所以人家说啊 贵重的宝石普通人想不住 越好的越贵的宝石啊 越容易惹上市 我的天哪 没有人觉得王迅这段很高能吗 就是边水网是哥雪红 王迅讲他家那只翡翠镯子的故事这里 哥雪红这集真的是太精彩了 我感觉比今年很多拍的电影还要好看 这段故事呢 是郭麒麟饰演的沈欣 为了去解救他的舅舅 投奔猜书之后 然后进行的一趟很惊险的物资运送 表面上呢 他是被派去给王迅演的 吴海山这个宝石矿主 送两个那个傀儡戏的人 实际上呢 竟然是为了帮他偷渡一颗矿上 挖出来的最大最好的宝石哥雪红 由于当地是有规定的 挖到这种品级的哥雪红 是必须要上交国家的 但是呢 他们也不甘心就这么上交了 于是就想各种办法 想把它运出去 最后呢 沈欣这个倒霉蛋呢 就傻乎乎的进去了 然后矿主给他解梦 以及讲家里翡翠镯子 和他一眼的这一段 我真的是看了 我冷汗直冒啊 特别是那句话 贵重的宝石 普通人是想不住的 越好越贵的宝石 越容易惹上事儿 于是呢 他就突然摘下眼镜 给沈欣看 沈欣才发现 这眼镜竟然是瓶光镜 那为什么一个人 好好地要戴这么贵重的宝石的 瓶光眼镜呢 在取下眼镜后呢 沈欣才发现 原来他的有一只眼睛是一眼 而这只眼睛就是在 就是在他去陪爸爸去赎 当年典当奶奶的那只手镯的时候 毁掉的 而他的爸爸当年生意亏损 就偷偷去当了奶奶的翡翠手镯 而且还没有告诉奶奶 最后呢 还偷偷买了一只假的给奶奶 结果奶奶一切都知道 后来爸爸又花了很大的力气 去赎回来了 结果就在回来的路上 那只车祸啊 整个车一半都给撞没了 但是那只翡翠卓子 完好无损 虽然这段故事看的是 有一些传奇的色彩 有些真假难辨 但是整个歌雪红 这个宝石的这个故事呢 我感觉就是一个 当年这个翡翠手镯事件的重现啊 一开始是两个小男孩 为了偷偷把这颗宝石带出矿场 结果最后都失去了生命 最后沈星在运回去的途中呢 两个傀儡戏表演者呢 也被牵连与命了 当然咱们沈星不愧是有主角光环的 不仅保了命 还找到了这枚珍贵的宝石 那然后他找到宝石之后 他会怎么做呢 最后呢 他也是通过汽车 艰难的通过各种方式回去了 把贵重的宝石交给了 蔡叔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那这也赢得了蔡叔对他的信任和尊重 也为他后续想找自己的舅舅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虽然有些人会说他是不是傻 这么贵重的宝石 不知道丈为己又从此走上人生巅峰时间 人生自由吗 可是呢 这几集中的另外一个宝石场 另外一个宝石市场变成疯子的赌食玩家 不也是另外一种印证吗 得都想要莫名其妙的发财 有时候人生确实也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机会 能够让一些人得到一些千载难逢的机遇 或者突然来的一些泼天的流量 可是你想过你真的接得住吗 你经得住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吗 最终让你成功的也许不是一次两次的泼天的富贵机遇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冒险接住了 而是身边的人都觉得你不错 就是你最终是赢得了是赢得的是人心 而这些人呢都愿意帮你一把觉得你不错 就算这次沈心 哪怕是他拿着这颗宝石 然后想逃出这么庞大的一个缅甸 那其实也是难上加难的 然后当地的这个治安啊等等的 而且他得罪的又是两个当地就比较有权有势的头目 所以说呢 他就还不如直接完成自己这趟使命 去赢得猜数的一个信来 所以啊我感觉这句话真的是很精髓 这真的不是玄学 家人们你们觉得这一段好看吗